- 蜂蜢 - 蜂蜢 - 蜂蜢 - 今天要介紹復仇之星 復仇之星是一款3D飛行射擊遊戲 引用了獨特的鏡頭轉換方式 多角度鏡頭切換 完美的飛行感 為你帶來不一樣的遊戲操作體驗 故事由女主角為了尋復興 而踏上了旅程 目前遊戲都還在開發階段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死亡畫面吧 開始了開始了 開始了 喔喔喔喔 別爛了 現在有點複雜 我們繼續試試看 欸 等一下 沒辦法 喔 就是攻擊的樣子有沒有 然後到瞄準上面的時候 等一下 會有一個 這一個是可以吃的嗎還是 不行 光速 喔它有一個追蹤彈欸 這個射擊遊戲 算是蠻新潮特別的射擊遊戲啊 所以特別看到之後 就想要 想要來試玩看看 而且它這也是 測試版而已 就是還尚未上市 不可以吃的 但我們要來試玩 一回他們 然後再試玩 到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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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始開始 可是目前畫面還是一樣嗎 他有近距攻擊 開始開始 因為我用的這個模式是 等於說我自己手動瞄準 最強的敵人來了 怎麼在後面 還要閃躲 解鎖新功能 等於說槍 是更換我以為可以加強 都要升級啊 雖然場景是不一樣 有啦場景不一樣啦 有啦場景不一樣啦 然後因為目前都只是單純的 就是等於說 官方釋出的就是 測試版啦 所以變成說 最終的完整版 並不是這樣子 那也會蠻期待說 他最終完整版的 狀態是怎麼樣 不過他有一個傳統的 哎呀誰用那麼多武器 這麼多 這個是什麼 好 雷射光束耶 畫面有點亂 所以有點看不清楚 敵人 強敵來襲 四顆星 在哪 在哪 沒看到 有點不好瞄啊 所以是 閃一下閃一下 那個 光束子彈 他閃一下 那個紫色球 其實是他發出來的攻擊啊 一開始我以為是 嘻 嘻 嘻 往上往上 一開始我以為是 看他用雷射 喔好痛 馬的 既然用 大招 大招給你 大招給你 有啊 剛剛得到的 所以最重要還是那個啦 那個 他剛剛那個什麼 芯片是不是 就是增加 核心芯片 我們再來試一場吧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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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來一場一場 可以上上下下左左右 好 來來來來來 我有時候會不想瞄瞄歪啊 欸唉唉唉 怎麼有時候不想瞄錯 因為跟自己按的那個位置太像了 跟我拇指按的地方太像了 還有 來來來 十人魚啊 會飛的空中死人魚 欸怎麼 欸欸欸欸 差點死掉 欸我記得我有一個轉啊 好完了完了 他還不是單純的就這麼簡單 完了完了 在哪裡啊 先來放一個 放一個大招給你看一下 喔好痛好痛我現在是被攻擊啊 今天的遊戲就介紹到這啦 如果還有更新的手機遊戲 我也會再通知大家 也記得要訂閱我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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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什麼 還告訴你 唱到最愛的到最早的攝影